在中国与RCEP各国经贸合作日益紧密的背景下 因如何丰富人文交流 展现文化间美美与共 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 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国别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雷小华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对此进行解析 雷小华表示 随着文化产品贸易扩大 文化类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 以及人员往来规模迅速增长 中国与东盟文化交融的民意基础日益夯实 雷小华称 中国与RCEP成员国在政治制度 宗教 意识形态等方面差异性较大 传播中华文化 展现文化间美美与共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在地区形势日趋复杂 双边关系遭遇域外国家干涉的情况下 中国因与RCEP国家坚持对话合作的大方向不动摇 以征程沟通促进理解信任 以求同存异 妥善处理 分歧争议 加强高层交流 接触政策沟通 扩大各层级互访 促进治理经验分享 确保东亚合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第一个吧 就是还是要提升 是吧 跟RCEP国家还是要提升互信 我们讲互信是基础 是前提 是所有开展合作的一个大的位置 是吧 只有在一个良好的一个互信的关系下 我们才能促进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合作 包括这个很好的去实施这个RCEP这个协定 是吧 如果互信关系不好的话 尽管你可能是签了这个RCEP协定 但可能也会有一些隐性的一些障碍 在存在去阻碍这个RCEP实施所带来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效果 与此同时 雷小华表示 呈现文化间的美美与共 因以更包容的心态看待彼此文化差异 兼容并蓄 针对不同国家 受众群体 根据政治体制 文化背景 风俗习惯 宗教信仰等分出多个层次 制定一国一策 加强文化产业合作 鼓励文化产业包容性发展 比较包容的一个心态去看待这些彼此的一个差异 不能因为以差异去区分立场 区分盟友 就让我们家西方国家它就是以这种观点去看待 就是非敌既有 是吧 要么就是盟友 要么就是我的对立面 是吧 西方国家是用这种很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划分的 是吧 我们常常求同诚意 是吧 所以它跟西方国家的这种划分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是吧 这是一个东方所特有的一个文化 所具有的一个特意的一个特质吧 那这种特质是有力去包容性 去看待 去更加尊重 去更加去看待对方的一个差异性 更加包容的 此外 雷小华亦指出 应加强市场调研 充分了解各国民族习惯和消费习惯 针对不同国家量身定做出市销对陆的产品 雷小华表示 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东博会 促成中国和东盟文化交往和文化贸易的南宁渠道 RCEP生效实施后 东博会服务范围将向RCEP拓展 未来 南宁可以在中国和RCEP成员国文化交融中发挥重要作用 制作人计划 涉嫌 文成异性 监警 显示 回头 周证 除了